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次编好这竹席子的时候 还要这托人把这席子带出大山 去这镇上买 因为这交通不便 一出去交好几天 还要给别人这好处费 这一来二去 这是所剩无几了 如今二狗呢 这自己都养不活 更别提啊 这找媳妇的 虽然他心地好啊 但是人呢 是残废 这家里啊 有这么穷 只有一间呢 这破烂的屋子 这村里啊 这没哪个姑娘啊 这会看上的 这天呢 二狗啊 去这大山里 这砍竹子 却瞧见呢 一只这白狐 这中了这猎人的圈套了 吼在嘴上啊 这鲜血淋淋的 这看来 这断了骨头了 二狗啊 看这白狐可怜 正准备呢 把这白狐给揪回去 谁知道啊 这时候这猎人呢 这过来了 这二狐 这所有这白狐 二狗呢 这人呢 这心地善良 这知道啊 这白狐到了这猎人手中啊 一定会被这屠杀 这剥了皮的 咬了咬牙呀 把这所有的积蓄啊 全都这拿给猎人 这买下了呢 这只白狐 猎人呢 这满意的离开了 临别的说啊 还卖二狗啊 这狐狸之后啊 这心里这 还来了一句 这傻叉啊 不过二狗呢 看着这白狐啊 这得救了 这欣慰的笑了 决定把这白狐呢 这带回去 给它疗伤 他为了给这白狐啊 这治疗伤口 仅剩的这一点钱呢 这也花光了 而家里啊 实在是这家徒四壁 只好啊 这饿着肚子 这白狐呢 腿伤着好了之后啊 这看着这 善良的二狗啊 这给它上药 并且呢 把这家中能吃的啊 都给它吃了 自己呢 反倒这什么也没吃 是饿的啊 是一把皮包骨啊 一个星期之后啊 这白狐这腿伤呢 很快就好了 能在这地上啊 走动了 还能跑 能跳了 甚至啊 这亲密的 这环绕在这二狗的脚下撒娇 这样二狗啊 这心里啊 是欣慰极了 觉得自己这样做呀 是对的 如今看到这样 这健康活力的生命啊 你多好啊 二狗 摸了摸了这白狐的脑袋 轻轻地就抱在怀里 小声说道 白狐啊白狐 既然你的腿好了 我要把你啊 送回森林了 只是你以后啊 一定要注意啊 千万别遇到坏人了 他们呢 会要了你的命的 二狗啊 看着这白狐啊 这蹦蹦跳跳地往前走 竟然呢 都没回头 这心里啊 这多多少少呢 有些这失落 不过 想到这白狐啊 已经这恢复自由了 这什么呢 都适案了 送走这白狐啊 这二狗呢 回到家以后 这差点给吓了一跳 在他家大门前呢 哎 有一个女子 这昏迷在了门口 他一见此啊 好心的把这女子 这扶上床 就拿热水啊 给他喝 这过了好一会儿啊 才见这女子醒了过来 女子醒来后呢 二狗呢 仔细一看呢 原来这女子啊 这腿部受了伤了 这还缠着纱布呢 又或者啊 这身体这虚弱昏迷啊 这倒在他这门口了 一问呢 这果然如此 再问这女子是哪里人呢 是姓甚名谁啊 这女子呢 摇了摇头 什么都不记得了 也不知道啊 这发生了什么事 至于自己的腿伤啊 也不知道 这怎么弄的 无奈之下啊 这二狗啊 只好这收留了女子 不过这女子啊 长得还真是啊 这美貌动人啊 只有狗狗 又丢丢的 啊 这白皙啊 这细嫩的皮肤 一双啊 这如水一般的大眼睛 哎 这眼睛啊 哎 仿佛会说话一般 二狗呢 都不敢这多看一眼 觉得此女子啊 就是天上的仙子 哎 多看一眼 都怕这亵渎她 此女子呢 聪慧过人 住在这二狗家里啊 每天都帮这二狗啊 是打理家务 这家里啊 被她打理的 是井井有条啊 而女子呢 要看这二狗啊 走路不方便 却这山中砍柴 这给她啊 做了一个假腿 让二狗呢 这装在腿上 这木头腿 能走路吗 二狗呢 心里是半信半疑啊 不过 还是把这木头腿啊 给这装在了腿上 起初走路的时候呢 她有些不习惯 不过有了腿了 起码呀 也不用再主这拐杖了 女子呢 就让她这木头腿啊 这多多的练习走路 等到这习惯了 这条腿呢 就跟自己的腿啊 这差不多了 二狗啊 果然按照女子的话去做 每天练习呢 用这木头腿走路 这果不其然呢 二狗走路啊 几乎跟这正常人呢 是没有区别 她这穿着裤子 没人呢 能看出 她这用的是假腿 这让二狗啊 是兴奋到了极点呢 太谢谢你了 可是我现在啊 都不知道啊 这你叫什么呀 你给我取个名字吧 你心里啊 这么善良 就叫小慧吧 这女子啊 微微一笑 笑的二狗啊 是心中荡漾啊 这脸呢 这也红了 这女子的脸呢 也跟着红了 并且说道啊 你给我取了名字啊 我呀 就是你的人了 二狗没想到啊 这小慧啊 竟然相中了自己 而且这长得这么漂亮 这高兴得 这不得了 俩人呢 准备结婚 举行这婚礼 可是这二狗啊 是穷的是 叮当滥响啊 这饭都吃不饱 哪有这钱呢 娶媳妇啊 请客吃饭呢 一时间呢 二狗啊 心里是伤心无比 小慧呢 不知道从哪里 拿出了这一对红竹 摆在这正屋里啊 说道 结婚 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只要我们幸福就好了 就这样 二狗呢 既然娶到了一位 这貌美天心的姑娘 简直就是让人呢 这羡慕不已 加上这二狗啊 如今有了这条假腿 这行动呢 就跟这正常人一样 哎 也有了这劳力 决定找人呢 借钱 这买下几亩地啊 和这家储 这样呢 这自给自足 多的呀 还可以这拿出去卖钱呢 可是小慧却说呀 那样啊 挣不了几个钱呢 让他呀 按照他的方法去做 接下来呀 这小慧呀 不知道从哪啊 这拿出来 这几万块钱 哎 让这二狗买车 二狗是不知所措了 这不知道小慧要干什么 也只好啊 按照这小慧说的去做 这农村里的这农副产品呢 对于城市人来说呀 简直就是趋之若鹜啊 小慧呢 让这二狗啊 这低价收购 这村民的这优质水果 然后用车呢 拉去这城里卖 从而呢 这赚取差价 一段时间以来呀 这二狗呢 算是赚了一笔不菲的费用 这有了钱之后啊 这二狗呢 又重新这修了房子呀 给这小慧呀 买了新衣服 这家里呢 买了新的家电 这可把全村的人呢 这羡慕得不得了了 这时候有人呢 就怀疑了 哎 二狗 你这媳妇 哪来的呀 二狗笑了笑 就摸了头说道 他自己啊 就来我家门口了 你这媳妇 长得这 啊 长脸细眼睛的 一脸狐媚香 怕不是好人家的姑娘吧 这二狗啊 却气呼呼的 把这村民呢 给这叫醒了一顿 在他心里啊 他媳妇 就是最好的 他也知道 这媳妇长得漂亮 那些说风凉话的呀 不过这个窥视媳妇的 这美貌而已呀 也果真如此啊 这村民呢 见二狗有了媳妇之后啊 这生活过的是越来越好 转眼间呢 成了这村里的首富 不是这个买楼房的首富 而谣言呢 却越来越多 起初啊 这二狗啊 是不相信的 可是这过的时间越久啊 这二狗呢 就越怀疑 这村民的嘴啊 也是这可恶啊 有人说这二狗媳妇啊 不是好人家的闺女 有人说啊 二狗这媳妇啊 是个吃人的妖怪 这男人呢 都被他给迷死了 如今二狗啊 对这媳妇产生了怀疑 小慧呢 泪流满面的说道 既然你不相信我 我只好离开了 很快的 小慧呢 化作了一只白狐 从这屋子里啊 这窜了出去 二狗这才明白啊 原来之前救的白狐啊 就是小慧 小慧呢 是来报恩的 如果没有小慧 哪有现在的他呀 二狗呢 又看看自己的腿 那条木头腿啊 竟然变成了真腿 一时间呢 二狗想到了自己 怀疑小慧 是悲从心来呀 嚎啕大哭起来 可惜呀 这小慧呢 永远都回不来了